中国香港 气候温暖 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蝴蝶的踪影 蝴蝶是国际公认的高灵敏性环境变化指示生物 只有生态优良的地方才能吸引蝴蝶入住 香港约四分之三的面积是郊区 多元化的生静和丰富的植物资源 为二百四十多种蝴蝶提供了多样化的栖息地和繁殖环境 青斑蝶在甲果上忙碌着 这是一种豆科植物 它含有的生物件吸引着斑蝶 青斑蝶正在为球偶做准备 生物件的摄入可以帮助它产生吸引磁性的信息素 提高自身魅力 虎斑蝶也来分一杯羹 它用足部摩擦精、叶、花等部位 以吸取更多枝叶 十一月 成群的斑蝶聚集在凤圆月东 凤圆蝶蝶蝶蝶宝玉区是香港和亚洲著名的赏蝶地 它位于大部市郊 背靠九龙坑山 与沙罗洞河谷湿地 西建再次交汇 这里花草繁盛 加上围村风水林的隔离保护 是蝴蝶理想的栖息和孕育环境 凤蝶在香港十分常见 以玉带凤蝶最为知名 传说 梁山伯与祝英台 化作世间第一对玉带凤蝶 形影相随 蝴蝶通常有六族 而甲蝶科却因前族退化 成为四族蝶 一只眼甲蝶在叶片上休息 它的翅膀张开是警戒性眼斑 收起则是保护色 像这只甲蝶一样 很多蝴蝶同时保留了警戒色和保护色 翅膀的颜色退化的前族 都是为了生存演化而来的特征 凤圆宝玉区种植了多种鲜花 供不同种类的蝴蝶取食 蝴蝶吃东西时分外专注 长长的口气探测到蝴蝶后 便会调动全身器官 配合进食 浑然忘卧 一只插尾太阳鸟出现在花间 它的会细长弯曲 偏爱选择管状桶状的鲜艳花朵 这些花把蝴藏在深处 吸引插尾太阳鸟取食 吸食花蜜 传递花粉 这转瞬间的行为 使花朵与蝴蝶 和插尾太阳鸟之间 延续久远的默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